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不久前访华之后啊 很快就秘密访问了乌克兰 事后呢媒体就传出了消息 说这个乌克兰官员呀 透露出一项雄心勃勃的战略 准备打几个硬仗打几个大仗 获得军事上的优势来结束俄乌冲突 欢迎来到张宾观察 我是张宾 乌克兰透露出来的计划就是啊 尽可能往前推进这个战线 逼近克里米亚地区 同时呢进一步推进到乌东的大部分地区 收复大量被俄罗斯占领的领土啊 把远程火箭炮啊和这个远程火炮 以及对地导弹系统啊 就从远程打击武器移到克里米亚边上去啊 这样呢就可以打击俄方更多的军港啊 这个机场啊桥梁啊还有铁路线啊 还有后勤枢纽这些重要的节点 让俄罗斯感受到的威胁越来越大 顶不住了 然后迫使俄罗斯同意恢复启东 自去年三月和谈破裂以来的首次谈判 就是说他还想回到去年的那个节点上 打了一年了回去 这样呢对乌克兰有利 咱们再重新谈判 进入政治谈判的这么一个过程 同时呢乌克兰他也抛出了这个橄榄枝 如果是能做到这些的话 那乌克兰就同意不用武力夺取克里米亚啊 换取俄罗斯同意啊 接受乌克兰可以从西方获得一个安全保障 这个安全保障现在来看呢 呃不一定是加入北约 因为这个美国和西方对乌克兰加入北约这个事 看样子呀是非常非常的冷淡 但是乌克兰认为你美国和西方必须给我提供一个安全上的承诺 泽列斯基和他的助手们啊 在和伯恩斯交谈的这个时候啊 就提到是考虑在今年秋天啊 如何以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条件 强制结束战争 美国方面就说呀 这次伯恩斯秘密访问乌克兰 它是一个常规性的一个操作 美方呢将继续和乌克兰 呃这个保持情报上的合作 呃这个同时呢向乌克兰提供呃情报啊 有外界分析就认为啊 这个伯恩斯这次去乌克兰的事情 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情啊 因为近期啊 美国和西方在乌克兰地区的情报工作呢 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因为俄罗斯它加强了情报战和反情报战 让美国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还有一点呢 就是乌克兰内部啊 可能要出问题 这个乌克兰内部这个潜在危机是越来越大 你看啊 美国是一直在扶持 在支持这个乌克兰内部的新大粹力量啊 那这一部分的力量呢 是泽列斯基可以接触到的 但是又和泽列斯基的矛盾非常非常大 现在是越来越突出了 那么新大粹势力呢 它是美国啊 把它扶持起来并且一贯支持的嘛 那具体的操作是由中清局啊 直接来办的啊 你看包括当年啊 我们的香港地区出现这个黑豹事件的时候 中清局就安排这些新纳粹人员 前往这个香港地区去指导 如何制造这个暴力事件 所以这次博恩斯就要去乌克兰摆平新纳粹和乌克兰政府之间的这些矛盾 而更有分析就认为了啊 博恩斯此行很可能呢是透露了一些他访问中国时候中方所表达的一些意思 那试探一下乌克兰对俄乌冲突走向的一个态度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啊 你说乌克兰确实是很难再打下去了 特别是打这种持久的消耗战 那我毕竟国力摆在那儿了 而且美国和西方的支持的力度在下降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 这种微妙的变化其实决定着俄乌冲突的走势 博恩斯这个在访问啊 他是秘密的一个秘密的访问 但是事后呢 现在却公开了这么一些信息 这个就有意思了 本来是秘密的为什么他现在还要把这些事情给透露出来呢 这看样子呀 当时这个博恩斯和泽连斯基他们 确实是谈到了乌克兰的一些后续计划 并且呢 借这么一个机会向外界放出风声来 至于说乌克兰所提到的这个取得大的军事胜利 然后逼迫俄罗斯回到这个谈判桌前这个事情啊 军事上的可能性啊 外界并不看好 有分析认为啊 这就可能是美国希望乌克兰能够做的事情 我个人认为啊 这个更可能是乌克兰他们那边主动提出来的 他们当然知道现在乌克兰他们自己现在的能力是很难做到这些的 但是呢 你必须的把这话说出来 要展示自己的雄心 让美国和西方也给出更大的支持 也反映出乌克兰这边呢 现在的情况确实是比较麻烦的 他们也有要进行谈判的意愿